我们的人体的肺泡 它是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 当我们这个肺泡的薄膜的表面布满了灰尘的时候 我们人体也就会缺氧 它的氧气不能够正常吸收进来 所以也就会因为氧气供应不足而致病 然后我们就会有气喘 哮喘 胸闷 呼吸困难 心跳加快 种种种种的毛病出现 所以我们咳嗽的作用 就是用来振动我们的肺部 使那些残留在 停留在我们的肺泡的薄膜上的那些垃圾 那些污物啊 污染物啊 那些灰尘啊 就会让它脱落下来 脱落下来以后的这些灰尘 再和我们人体那些体液呢 结合起来 就形成痰呢 这个就是痰呢 然后呢 在呼吸道的 鲜毛细胞的作用之下呢 将这些痰呢 送到我们里 咽喉 排出体外 所以如果肺部的垃圾不能够及时的清除出来的话呢 肺的功能一定会受到影响啊 所以你要知道哦 你如果你咳嗽的时候 你强行止咳 你就在自己伤害自己的肺呀 怎么会这么笨呢 还要花钱 还要去打针输液 然后呢 等于是请一个人来杀掉你的肺 怎么会这么笨呢 所以不懂得要是反省的人呢 他去医院呢 是怎么样 劳民伤财 身心煎熬 人才两空 根本上搞错了 所以如果我们一有咳嗽呢 就马上去采用止咳的方法 就会人为的破坏我们人体啊 自动排毒的过程 然后呢 肺部的毒长期的排不出去了 所以久而久之呢 他就演变成什么 肺癌啦 鼻炎癌啦 肺气肿啦 哮喘啦 什么毛病都出来了 谁惹的祸啊 你自己惹的祸啊 你自己制止他排毒的过程 不让他排毒 一定要等到他产生肺癌的时候呢 你才能手满脚乱 哎呀 真是很糟糕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啊 除非是真的这个咳嗽很厉害 很持久 危及到我们生命的贱 危及到我们生命 啊 在这种紧急状况之下呢 我们才去止咳 否则的话呢 尽量的不要人为止咳 而是要按照钥匙法面的方法 来支持我们的人体 完成排毒的过程 支持我们的身体的免疫力 自动力 清除肺和支气管里面的有害物质 把它排出去 这样子呢 才能够真正的标本监制啊 才能够使病人真正的康复啊 你那个止咳不是真正的康复啊 那个叫做粉饰太平啊 根本上并没有好 反而还更糟了 表面上看起来症状是消除了 其实问题更大了 那么如果我们咳嗽的时候 怎么样子来正确的处理呢 第一个方法是 不要害怕咳嗽 不要手满脚乱的去止咳 第二个方法是 如果有痰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再把它吞回肚子里面去 一定要吐出来 那当然了 如果公共场所 你拿张纸把它包起来 防止污染啊 这个是可以的 你不要说 哎呀 我有痰 大中止中不好意思 又吞到肚子里面去 这个就很糟糕 就好像你的空调 里面的空调 治冷的效果不好了 有很多灰尘了 你还故意往上面又撒一把沙子 怎么会这么笨呢 然后你说 哎呀空调这个效果怎么不好啊 怎么不能治冷啊 这个是很蠢的方法呀 同样的呢 如果你有痰 你把它吞回去 就好像说你觉得哎呀 我这个肺里面的垃圾还不够多啊 我再加一点垃圾进去啊 你这是自寻死路啊 第三个方法的话呢 当然要适量的 要饮一点温开水 喝一点温开水就好了 第四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补充 补充一些好像 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的那种胶囊啊 有制作了一种类胡萝卜素的胶囊 哎 可以可以可以那个吃 一点五万个国际单位 这样子就好了啊 或者呢 你就吃一点那个天然的维生素 一 也有制成胶囊的啊 大概是八百个国际单位就可以了 吃当地吃一点点天然的维生素 不要去那种人工制造的那些不可以啊 那个天然体炼的就是可以的 那也比较好 第五个方面的话呢 就是多休息 少说话 这样子就好了 这样的话呢 你的身体它就自动排毒啊 所以我们没有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身体啊 我们往往低估了我们这个身体的智慧 不知道我们身体原来有这么多功能 它能够自我排病 它能够自我康复 它能够呢 还有再生系统 如果有被损坏的那些细胞啊 它会自动把它修补好 只要你能量够 只要你生命力够 所以呢 学习钥匙法门呢 就是要支持它自动排毒 而不是去终止它排毒的过程 好了 哦原来我们才明白 其实发烧和咳术呢 都不是坏事 反而是我们勉强去打针退烧 和人为的止咳 这个反而是坏事 自己害自己啊 那么这些我们了解了这个钥匙法门以后 对我们有哪些启示呢 你不要认为钥匙法门好像就是拿钥匙去念念 就钥匙法门啊 也不要认为说好像我念钥匙之后就是有钥匙法门啊 不是啦 钥匙法门就在我们生活之中 就在我们身边 还有呢 你比方说我们腹泻 比如说我们感冒 你都不要认为这个是坏事啊 有些人说 哎呀我体质好得不得了 你看我从来不感冒 我几年都没感冒了 其实是你身体擦得不得了 人也干干的瘦瘦的 为什么不感冒你知道吗 因为你的肺的功能太差了 肺功能差有什么表现 这个人呢越来越干瘦 越来越黑 人体的功能啊 生命力啊能量越来越下降 所以就不感冒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它得不到能量供应 它不起作用了 我们的能量少了 所以呢 除非是有重大的疾病 我们才抵抗一下 小毛病好像感冒 根本上不抵抗 就让这个疾病呢 长驱植入 所以看起来我们不感冒了 其实是坏事不是好事啊 感冒反而是好事 把你肺里面的寒气 及时排出去 但是我们不懂得啊 我们一感冒 一打喷嚏 马上呢 就去吃幸福三分数 马上就去吃感冒药 要把这个 把这个排寒气的过程呢 把它中止了 所以呢 这个寒气就更深地 入到我们肺部啊 那一切毛病都出现了 什么毛病会出现 肺鼠筋呢 筋受伤害了 筋会刻木啊 你的肝会受影响啊 你的胆会受影响啊 你气血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人就越来越干瘦啊 还有一种啊 看牙齿可以知道 这个人的牙齿啊 这个牙龄啊 越来越往上收缩 牙齿的根啊 露得越来越多 你要知道 这个说明你的能量越来越少了 真正的健康的人啊 牙齦啊 是红润的 包住这个牙根的 牙根全部露出来 要知道 你的身体很差了哟 我就看到了哈 我这个几天天天在接待大家 我看有一些那个有病的 病的越厉害 这个牙根露得越多 这个牙齿也黑黑的了 这个是病得很厉害了 所以要懂得钥匙法门啊 这个呢 给我们的启示是第一个 要能够正确的认识和运用我们的身体 要知道我们的身体啊 是超过最精密的计算机 第二个呢 要能够读懂我们的身体 发给我们的信号 我们的身体 这个我们发电报 这个我们打电话 但是我们也看不到 也听不到 我们身体发给我们的信号是什么 就是生病啊 生病就告诉你 你的身体里面正在搏斗 你的身体的免疫系统 正在把有害的这些物质 和病毒排出去 但是呢 你不知道啊 你听不懂啊 所以 比方说我们前面讲的发烧啊 它是我们身体能够康复的关键 咳术呢 也是我们的呼吸系统啊 自动排毒的过程 这个就说明发烧和咳嗽的时候呢 就说明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正在苦苦的战斗 将入侵我们体内的有害物质啊 通过发烧和咳嗽呢 排出去 就好像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就好像那个忠诚越飞一样啊 它在前线苦苦的战斗啊 把那些有害的那些病毒排出去赶跑掉啊 但是因为我们不懂得要死法门呢 所以呢 我们就好像昏君啊 宋高宗一样 用十二道金牌啊 将忠诚越飞呢 强行召回来 然后把他关起来 然后把他杀头 阻止他到前线去杀敌人 然后呢 让敌人呢 能够长驱直入啊 同样的呢 我们也是好像那个昏君一样啊 很愚蠢的 用退烧和止咳的方法 来阻止我们的免疫系统排毒的过程 结果呢 就让病毒和细菌呢 长驱直入 如入无人之境 来破坏我们的健康啊 要知道谁破坏我们的健康啊 你自己无知啊 破坏你自己的健康啊 你的身体本来在抵抗 抵抗那些病毒 你强行不让他抵抗病毒啊 你看看你是不是那个昏君呢 那么我们不恰当的那个医疗手段呢 就好像勤快一样 助走为虐呀 不正当的治疗手段呢 就是破坏我们的人体的排病的机能 让我们的身体呢 越来越差 看起来那个生病的表面 好像好像是治愈了 其实内在呢 伤害得越深了 第三个启示呢 就是要知道 我们身体里面呢 本具的免疫系统和自我康复的能力啊 是我们最好的医生 外在的医生和药物呢 只是协助和支持我们的身体 排毒 就好像护士一样 所以呢 千万不要轻视我们身体的功能 而一味地呢 向外去寻求灵丹妙药 要知道啊 灵丹妙药在哪里 在我们自己的身体里面呢 我们只要支持我们的免疫系统 让它更好的发挥作用 就好了 我们自然能够呢 藏保健康 第四个启示呢 就是不恰当的治疗方法呢 就是慢性自杀 要知道啊 这个事件呢 从古到今 很少有人真正的死于疾病 很少有人是真正的病死的 大部分人都是被自己毒死的 饿死的 瞎死的 害死的 你看那些慢性病呢 他怎么会死亡呢 不是那个慢性病让他死亡啊 是自己把自己搞死了 慢性自杀呀 四种死亡的因素啊 第一种呢 是毒死的 我们自己给自己放毒来毒死自己啊 好像不可思议 但是这个是事实啊 大部分 那些有肿瘤啊 有癌症的人呢 他就只会一味地相信化疗和放疗 那么我有个瘤了 哎呀 用化疗 化学性治疗啊 和放射性治疗 用这个两个方法呢 把这个瘤子去掉 认为就好了 其实不是啦 要知道呢 你那个化疗和放疗 就是你自己把自己活活毒死了 这个是毒死的啊 还有一种呢 就是瞎死的 我们很害怕疾病呢 我们一不舒服就很害怕 然后呢 就拼命地用各种药物呢 去抵抗疾病 结果呢 越治呢 病就越多啊 越害怕死亡呢 就死得越快 我们自己被自己瞎死了 第三种呢 就是饿死的 我们生病的时候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身体的功能 我们不相信我们的免疫系统啊 它有自我抗病 自我康复的能力 我们反而会相信 外在的那些虚假的医药广告 然后呢 买一大堆的药物回来吃 让我们的身体呢 成为各种药物的实验室 然后呢 是要三分毒啊 药越吃越多 身体呢 越来越差 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呢 就每况愈下 所以呢 肠胃也给你破坏了 皮 这样的功能也给你破坏了 所以这时候呢 虽然有种种的佳肴美味啊 但是呢 没有胃口 吃不下去 活活呢 饿死掉了 我看到过很多的 那些肿瘤癌症 晚期的患者啊 大部分都是饿死的 他没胃口了 吃不下去 根本就无法吃啊 有些人说 现在怎么会饿死呢 现在物质物质这么丰富 也要知道我 外在的物质再丰富 你们胃口 也是白搭 也是没用啊 活活就饿死掉了 第四个呢 就是我们的身体啊 正在自我修复的时候 比方说发烧的时候 感冒的时候 咳嗽的时候 这个都是我们在自我修复的时候啊 我们却 不懂得啊 没有智慧啊 我们容为一点的去切断 我们的免疫系统 排骨的过程 结果让那个毒呢 排不出去 所以呢 害死自己了 所以其实要知道我 人呢 从古到今 很少有真正病死的 都是给自己 毒死的 瞎死的 害死的 饿死的 所以懂得要事发明以后啊 以后就不会做这些愚蠢的事情呢 第五个启发呢 就是 不要害怕疾病啊 正如我们修行 不要害怕魔障一样 我们大圣佛子啊 发菩提心 了魔 祭佛 要知道 魔呢 天魔呢 他也是众生之一啊 也是有佛性的啊 我们不要排斥他 不要跟魔相对立 而是要发菩提心 度化他 然后这个魔呢 就会转为佛啊 同样的呢 我们不要害怕疾病呢 要关照我们一切疾病 他的起因 都是贪秤痴 我们要能够呢 转贪秤痴三毒 为戒定会三五六学 然后呢 让我们生病的这个根源呢 就被切断了 这个是根本的治病的方法呀 并且呢 六道轮回的根呢 也被切断了 所以呢 我们要 要能够觉知啊 疾病的症状 是我们的身体呀 不和谐的表现 是我们的身心呢 不协调的表现 是我们身体呢 发出的信号 我们呢 要好好的爱惜身体 帮助他 帮助他呢 去排毒 而不是摧残身体 我们人呢 很急躁 一有病呢 就急于马上治好 比方说 有卵巢囊肿 跑到医院去 把这个卵巢割掉 有子宫介油 跑到医院去把这个子宫割掉 其实 人的身体啊 它是一个 很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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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体 你破坏其中一部分呢 整个机能都受影响啊 所以呢 我们要珍惜他 而不是摧残他 而不是破坏他 要知道你在做切除手术的时候 事实上呢 你的身体 他就在哭泣了 而且你切除以后 并不代表你这个病就好了 切除以后 那个病的因还在 其他地方 照样会冒出来呀 有些人有肺癌 好了 把那个肺液 切掉一部分 以为就好了 活不了两年呢 一场感冒呢 其他地方又冒出来了 又转移到咽喉了 或者转移到胃了 再去治疗呢 就没救了 其实都是方法用错了 不懂得要死法门呢 第六个启示呢 正如我们修行 不要心脉求法一样 我们要知道 迷失人足法 物失法足人 迷的时候啊 我们到处去求解脱的方法 物理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 哦 原来解脱方法在哪里啊 自信本据啊 呃 要开发我们 本具的真如妙心呢 而不是向外去求法呀 同样的呢 我们也不要身外求药 我们不要迷信 灵丹妙药 要注重于提高 人体本身的免疫力 呃 所以 治好一切病的 五个根本的方法 就是不管有什么病 通过这五个方法呢 它都能够根治啊 而不是头痛一头 脚痛一脚啊 第一个方法呢 就是提高免疫力 而免疫力提高呢 就需要提高你生命的能量 那你就要会吃 会睡 哎 我们每个人都要做三好学生啊 吃好 睡好 心情好 这个要是把我们教我们的呢 你能够真正的懂得吃 懂得睡 懂得调好自己的情绪 哎 你就是三好学生 就是要是否的好学生呢 你肯定呢 身心健康 这样子呢 就能够提高免疫力呀 说起来很简单 但是绝大多数的人都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怎么吃饭 说起来好像是笑话 但是是事实 所以我们越吃呢 身体越差 越吃我们就越来越肥胖了 哎 身体越来越胖啊 胖的人呢 都会大多数都会有心脏病 很胖的人大多数都会有心脏病 有些人说肥胖呢 会让人得心脏病 其实搞错了 你要知道 不是肥胖让人得心脏病 而是有心脏病会让人肥胖 不要搞反了 有心脏病啊 你这个能量不够供应呢 哎 这个身体里面的垃圾排不出去啊 垃圾流在那里 你这个人就越来越胖了 哎 越来越胖 肚子越来越大 腰带越来越长 寿命越来越短呢 所以呢 要懂得要是法门 很重要 就是我们身边的佛法呀 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增强我们 组织修复的能力 嗯 我们的人体啊 他能够 如果某一个组织 他受损害以后啊 他很奇妙的 他能够自我修补 他能够把它修补得很好 你要给他一点时间就好了 我们人体正在修补 那个受损的组织 他的症状是什么呢 他的症状是两个 一个是疼痛 第二个是容易疲劳 要知道 如果你精神好 你身体呢 正在康复 但是呢 你反而容易疲劳 并且呢 隐隐作痛 这个不是坏事是好事啊 好像我们灯尾一样 他原来这个肝不太好 然后呢 他隐隐痛 然后容易疲劳 他就很担心说 哎呀 是不是这个肝还没有好啊 其实不是啦 那是不懂得要是法门了 要知道就是说 我们的肝以前受了损伤 现在好了 他正在自我修复 正在自我修补 所以呢 就会疼痛 隐隐作痛 然后呢 他会容易疲劳 这个是好事不是坏事 不要自己吓自己啊 哎呀 我们玩的局是好担心说 哎呀 灯尾恐怕是肝癌 恐怕麻烦了 其实搞错了 这个是不懂啊 不怕你学过医 不怕你学过医学 也不怕你是医学博士 你不懂要是法门呢 你照样生病 你照样得癌症 但是你懂的要是法门呢 你没有学过医啊 你身体都很健康啊 这要是我们学的都很奇妙的了 啊 这个呢 就是啊 第二个方面呢 要呢 啊 知道增强我们组织力 修复能力 哎 我们身体在康复过程之中的疼痛和容易疲劳呢 遇到这个情况 不要惊慌 哎 要对我们自己的身体啊 要有信心 第三个方法呢 就是提高自我排毒的能力 要增强我们的疲藏的功能 我们的免疫系统的源泉就在疲藏里面啊 第四个呢 就是要提高防御能力 哎 我们人体它能够 它能够防御啊 如果受到外来冲击的时候啊 它能够自我防御 但是它是被动的防御 哎 人体被动防御呢 它表现的症状是什么 你吸肉 这个鼻子里面有吸肉啊 它是你鼻子不停地受到损害 它自我防御的一个一个方法来的 还有一种是什么 还有一种是心肌肥大 这个心脏啊 它一直一直要超负荷的工作 它没办法了 所以呢 它心肌就加厚了 心肌肥大了 然后我们以为是病 其实不是了 你只要把那个阴消除了 它自然呢 它就会好起来 你不需要去用人为的药物和医疗手段去 去治它 越这件毛病越多啊 还有一种是囊肿 还有一种是肿瘤 还有纤维化 这些呢 其实啊 都是 人体被动防御啊 所产生的症状 所以呢 我们要提高主动防御的能力就好了 第五个根本的方法呢 就是释放压力 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啊 心脏病 高血压 胃溃疡 这些毛病呢 很多都是因为 以前呢 持久的自己给自己的心理 施加压力 所产生的问题 所以呢 要释放压力啊 这个是能够治疗一切病理 五个根本的方法啊 是要是方面里面 让我们身体健康的基本要素啊 第四个啊 第七个启示呢 就是我们不单单是要有高智商 高情商 还有有高健商 这个很重要啊 我们佛弟子啊 智商都很高 所以呢 能够看破方向 能够不执着 能够有出离心啊 有坚固的出离心 广大的菩提心 和呢 甚深的 中观正见 这个是智商高啊 然后呢 我们佛弟子呢 晴商也很高 嗯 我们能够一直 能够运用佛法呢 来保持正面的情绪 消除 负面的情绪 转化负面的情绪 嗯 让我们一直呢 很乐观 很快乐 很欢喜 一直呢 很积极 很向上 很有慈悲心 帮助众生 而不是呢 很忧伤很愤怒 那个都是负面情绪啊 啊 能够转化它 能够把我们的凡夫的感情 升华为佛菩萨的大慈悲心 所以呢 这个是晴商高啊 智商呢 似乎能称为IQ 啊 晴商呢 EQ啊 那么事实上的话呢 我们啊 要知道啊 佛弟子的智商和晴商呢 是最完美的 真正的懂得佛法 啊 其实还有第三个方面呢 我们还要有高建商啊 啊 世间呢 有很多的成功人士 啊 他看起来呢 事业很成功 有房有车 啊 家庭也很美满 很幸福 然后呢 他成为大公司里面的白领阶层 啊 成为业务上的骨干 成为社会上的精英 但是呢 因为他缺乏建商呢 不懂得保持健康的方法 一直呢 都在透支体力 透支健康 所以呢 就提早死亡 因言早逝啊 所以呢 白领 骨干 精英 最后呢 就变成白骨精了 提早死亡了呢 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 不懂得钥匙法门呢 你地位再高 你赚钱再多 那也没用啊 等于零啊 你死掉了 做白骨精去了 你赚你钱有什么用啊 所以呢 我们要懂得钥匙法门 啊 我看了一个报道啊 说一个大医院呢 他那个主治医师啊 回来去参加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所以呢 就敢写三篇学术论文 连续七十二个小时啊 都没有睡觉 结果呢 就死在那个书桌上 当场死亡了 嗯 所以你看呢 就算是做医师的人呢 做组织医师的人呢 他不懂得钥匙法门呢 照样呢 还是 还是见伤不高啊 嗯 前任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啊 中导洪博士呢 就说过 许多人呢 不是死于疾病 而是死于无知 见伤不高的人呢 过度的劳累 体力透支 嗯 所以呢 就会阴眼早逝啊 很多人都是死于无知啊 不懂得自我保健的方法 自我康复的方法 嗯 以后我拼命做就好了 嗯 事情甚至于说 40岁以前 牺牲健康 换取金钱 自这以后 牺牲金钱 换取健康 这个都是很愚蠢的方法了 要知道 你能够用金钱换来健康吗 换不来呀 如果能够换不来的话 那我们那些皇帝就不用死了 有钱的人不用死了 但是换不来的呀 好像一江春水像东流一样 他不可能反过来流啊 所以呢 一定不要破坏自己身体的健康 香港那个 那个那个民报的那个开创者 那个金庸啊 那个 茶凉庸啊 他就有说过 他说他做事呢 就做得很慢 但是呢 慢慢做呢 也做好多事情出来了 不要着急 慢慢地做 要知道呢 少 少做多活 是多做 多做少活呢 是少做啊 你一段时间 你做的很多 但是你寿命说短了 最后结果 总量你还做的少了吗 每一天少做一点 让自己的身 让自己的身体呢 透透气 让自己的身体呢 维护健康 然后呢 你活得更长啊 最后的总量呢 也是 多了 也是做的多了 我去到一个局势 他那个厂里面 我看到他切了一个对脸 就说 今天工作不努力 明天努力找工作 我就想起 我们这个钥匙法门 也是说 今天不好好睡觉 明天就要睡大觉 你睡不醒了 你死掉了 所以要搞清楚 我不要太劳累了 要维护自己的身体健康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念 南魔药师流离光如来的时候 并且呢 我们能够依药师法门 去如法修行的时候 我们就是具足高智商 高情商 高见商 药师是高见 是高情商啊 药师啊 以世间的物药和佛法的法药呢 来帮助众生 解 解除身心的 病苦 以大悲心呢 运用物药和法药 防众生 消除身心痛苦啊 这个呢 是大慈悲啊 这个是高情商啊 流离光呢 是高见商 转我们准备 转我们凡复地 有漏不尽的 有漏不尽的五蕴色身 成为药师佛的流离光身 成就不死红身 成就不死红身 不生 不灭了 真的不死红身呢 你身体怎么不健康呢 这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健康啊 所以呢 流离光啊 是高见商 如来呢 是高至上 将每一个念头都转过来 与我们的真如自信相应 每一个念头 当下就是如来 每一个念头 当下呢 就会归到我们的真如信海之中来 所以六祖大师说啊 前念离 既是凡夫 后念悟 既是佛 前念浊静 既是烦恼 后念离静呢 既是菩提 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后念觉 既是佛 这个就是 这个念头呢 就成如来呢 这个念头就成佛了 反正在转念之间呢 能够念念觉悟 就能够念念成佛 念念成佛呢 就是究竟圆满的高至上 所以呢 高至上 最究竟圆满 就是念念觉悟 念念呢 不执着于敬见 所以 对佛弟子来说 我们要知道 南魔药师流离光如来 药师 就是高情商 流离光 就是高见商 如来 就是高智商 你看 我们 我们就是 三高的 人类的优良产品 所以呢 高见商啊 就能够身体健康 无病苦 高情商 就能够呢 心灵健康 无烦恼 高智商呢 就能够灵性健康 出轮回呀 这个是第七点启示 第八点启示 就是呢 我们一定要知道 健康是一 其他是零 有健康 才有一切呀 没有健康 失去健康 就失去一切了 我们人要求财富 要求有智慧 财富当然很重要 智慧也很重要 但是如果你没有寿命呢 你那些财富 依托到哪里 所以呢 健康是一 我们每个人 都可以环顾一下 回忆一下 我们周围的亲人呢 我们总会发现在 我们有限的亲友之中 就有许多人 都患有各种各样的 当代医学 无法治愈的慢性病 比方说 坐骨神经痛呢 关节炎呢 过敏性鼻炎呢 痛风呢 长期的失眠呢 各种心脏病 高血压 糖药病呢 各种癌症呢 来自于呢 妙毒症呢 或者说是 五种肝炎呢 甲乙丙定物啊 五种肝炎呢 各种肝炎呢 孝犬呢 骨质真身呢 胃炎呢 硬疲病呢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非常普遍的 当代人呢 容易 生理 疾病 你看那些风湿啊 骨质真身呢 好多人都有 原言是什么 原言是不懂得正确的运用自己的身体啊 不懂得要是反门呢 虽然是会拿起这本经来念 不知道他说什么 所以呢 身体还是好不了 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 几乎啊 你反省一下 我们从头到脚啊 每一个器官 都有当代医学 束手无策的疾病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清醒过来 就可以知道 其实当代的医学呢 并不是 好像我们想象的 炼子的苍敏 它并不是包子百病啊 如果我们人体这个最好的医生 你不发挥他的作用 外在的医生再高明 恐怕也是无济于事啊 暂时你把这个疾病的症状止住了 但是内在呢 可能把你的身体的机能破坏得更大了 你在慢性自杀啊 你看西医啊 我们不是评判某一个医学体系啊 你看西医也好 中医也好 脏医 萌医 歹医啊 很多种医学 西医呢 还有他的特长 他诊断疾病呢 很准确 排骗子啊 到那个CT啊 种种啊 诊断疾病呢 比较准确 但并且呢 他治疗那些急症呢 或者做外科手术方面呢 他有他很卓越的地方 很好的地方 但是呢 西医对于慢性病的治疗方法呢 很多都是不太恰当 很多甚至于都是错误的 比方说 手术悲楚 比方说 化疗放疗 这个都是不恰当的手段 都是饮症止渴的方法呀 所以呢 我们要懂得药识法门 才能够长保健康 世界卫生组织啊 在一个报告之中就有指出啊 人类的健康 有四大决定因素 第一个呢 是内因 就是父母的遗传因素 占到百分之十五 比如说父母亲 他有高血压 儿女得高血压的机会呢 可能有百分之十五 第二个呢 是外因 就是外部的环境呢 外部的环境呢 占到百分之十七 其中呢 社会环境占百分之十 自然环境呢 占百分之七 社会环境不好 这个社会要很动荡 或者说呢 竞争很激烈 人很紧张 这个呢 占到影响了健康百分之十啊 自然环境呢 占百分之七 比方说 生活在那个高压线附近的人呢 就可能会有白血病 第三种呢 就是医疗条件呢 占百分之八 你不要认为这个医学 这个医疗条件很重要 你看 他对我们的健康 只是有百分之八的决定权 只是有百分之八的影响 那么第四个因素是最重要的了 就是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影响 占百分之六十 前面的三种加起来 只占百分之四十 而这个个人生活方式呢 是不是正确呢 这个占百分之六十啊 我们懂不懂得钥匙法门 我们懂不懂得正确的 认识和运用我们的身体 这个对我们健康的影响 占到百分之六十啊 所以呢 要懂得钥匙法门呢 要知道科学养生 和保健的方法呀 就可以使高血压的发病率呢 减少百分之五十五 这个是他们一个医学组织啊 所做的一个研究报告哈 又可以呢 使中风啊 减少百分之七十五 使糖尿病 减少了百分之五十 使肿瘤呢 减少百分之三十三 并且呢 你要懂得钥匙法门呢 可以使我们的健康寿命 延长十岁 生活质量呢 当然就相应的大大提高了 我们中国人的寿命呢 其实并不短 但是呢 健康寿命呢 不长 所以我们的寿命是比较还可以了哈 我们中国人的寿命呢 一个统计资料说是平均有七十一点八岁 我们平均差不多应该可以活到七十二岁呀 已经接近呢 世界最发达国家 医疗水平最高的国家的水平 接近呢 寿命不短呢 但是呢 健康寿命不长 我们的健康寿命呢 是 只有六十二点三岁 在世界排名呢 占到八十一位 第八十一位 那就说呢 我们健康寿命呢 并不是很长 就是说你没有什么大病 你能够正常的活着 这个健康寿命呢 那日本呢 他因为是一个佛教国家呀 大多数人都信佛 而且你看那个台密啊 他很重视药食法门 比瑞珊那个药食灯呢 点了一千多年 没有熄灭过 所以呢 他们整个国民基本上都都懂得药食法门的一些 一些保持身体健康的方法 所以呢 他的健康寿命是七十四点五岁 排名全世界第一位 所以呢 其实啊 我们非常有必要呢 来学习了解 并且弘扬药食法门 帮助一切的 如母众生 提高生活质量 提高生活质量 真正是像我们昨天所说的 六十岁以前没有病 八十岁以前不衰老 这样子呢 他就说明你懂得药食法门呢 有一点基础了 这样子的话呢 一定要防患于未然呢 你用之于预防疾病呢 投入一块钱的话 就可以减少呢 将来生病的医疗费 是八块五毛九啊 他是那么一个统计的一个数字 减少这个医疗费的支出 而且事实上呢 你那个医疗费的支出 是不是能够真正的 把你治病呢 不见得 可能这个病还没有治好呢 其他毛病就冒出来 越冒越多了 医院性疾病越来越多了 你看他们那些高血压的人 一辈子要吃高 降压降压的药啊 吃到后来呢 头昏眼花呀 心慌啊 心跳加快呀 骨质疏松啊 什么毛病都冒出来了 并且呢 也可以减少 这个 危重啊 病呢 发生到危重的状态的时候啊 那种急救的费用啊 可以减少将近一百块钱的开支啊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啊 我们能够懂得药师法门啊 这个 很现实的能够让我们身体健康 然后呢 才能够实现心灵健康 失去健康啊 就失去一切了 你不要说 哎呀 有些人说 比丘常态三分病 无病 不肯出三界 当然了 这个你有病的时候不要慌了 这个没错了 但是呢 如果你不懂得药师法门 你身体一天到晚病歪歪的 一天到晚头脑昏昏沉沉的 你说你怎么修行啊 不可能啊 你说你怎么去实现心灵健康啊 灵性健康啊 都是空化了 所以呢 我们首先要能够正确的认识我们的身体 其次呢 是要能够正确的使用我们的身体 第三呢 要能够激活我们体内的再生系统 这个很重要哦 你知道那些佛菩萨 他们怎么能够生死自在 想住是多少年就住是多少年吗 他的方法是什么 就是因为懂得药师法门 激活我们人体内的再生系统了 那佛菩萨有个弟子哦 他68岁才遇到那佛菩萨 那佛菩萨一贯点一传法呢 就是标识法门呢 哎 他就能够把这个身体 转过来呀 哎 一直能够保持一个 如同文书像呢 好像15岁的文书童子那种像呢 因为什么 因为他激活了自己体内的再生系统了 就能够呢 扭转时空 就能够呢 获得生死自在的自由啊 就好像就能够好像龙树菩萨一样啊 因为掌握了药师法门 所以呢 激活他体内的人体再生系统了 所以呢 就能够修复 已经受损的脉 我们昨天讲过啊 凡夫啊 20岁的时候呢 希望二十年脚脉就生成了 二十生日过了以后呢 每一天就死亡两条脉 但是如果你懂得 药师法门能够激活再生系统呢 你这个两条脉可以让他不死亡 哎 不死亡你就赚了一天了 多活一天了 你推迟一天 那这个两条脉推迟一天死亡 你就多活一天了 并且呢 更进一步呢 还能够修复 已经受损的脉 所以呢 你这个七万二千条脉 他不死亡啊 当然 你就生命之数长青呢 当然你就能够好像龙树菩萨一样 活到五百多岁了 这个呢 就是我们解释 佛呢 住月因树下说法 哦 我们明白了 不是说佛陀 不要表面里 哦 佛陀住在一棵树下来讲法 不是这样子的 佛陀住哪里说法呀 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说法 告诉我们怎么样子 正确的认识和使用我们的身体 这个呢 是住月因树下 好了 明天我们继续学习 回向 呃 只顾魏渡诸有情 发菩提心佛子痕 发菩提心佛子痕 呃 为自他 一切 众生 都能 得到现世乐 后世乐和 究竟 解脱乐 所以呢 我们 今天 继续来 学习 调诗经 前天第二讲呢 我们已经讲过了 那个 经手 六种 成就的 信文十足 成就 那么 今天我们继续讲 促成就 呃 和 重成就 前天我们讲到 自广原城 住月因树下 那么 月因树下呢 事实上不单单是指外在的 树林 而且是指 我们的 生命之树 要是佛 在我们的 身体里面 说法 与大比丘众 八千人聚 菩萨 摩赫萨 三万 六千 即 国王 大臣 婆罗门 居士 天龙八部 人非人等 无量大众 恭敬 围绕 而未 说法 这段呢 是文法的 大众 成就 呃 那么文法的 大众呢 是 大比丘众 八千人聚 我们看一般的佛经呢 都是讲佛陀的常衰众啊 千二百五十人聚 这里面呢 是八千人 八千人一方面是 外在的实际的术 其实 更重要的呢 这个八千人呢 是指 体术 啊 我们以后大家有机会 接受药石灌顶啊 入药石坛场修的话呢 我们会知道 这个八千呢 三万六千呢 还有无量大众啊 这个宋物质呢 都不是随便安利的 它有它中间的 表法和实修的意义 我们要知道 八千人 就是体术 三万六千呢 是相术 那么 那么无量大众的 这个无量呢 是用术 事实上就是体相用术 比丘三意呢 是因 阿罗汉三意呢 是果 比丘啊 译为气势 不磨 破恶 三意 那么 外气势 以养 色身 性命 内 气法呢 以养 法身 会命 所以称为 气势 阿罗汉三意 是果呢 就是应供 杀贼和 无声 那么 菩萨 摩赫萨 三万 六千 那么这个是 表示呢 要是法门的 像素是 三万六千 菩萨呀 绝有情 大道 行众生 那么 以及呢 无量的大众 列举了 国王大臣 婆罗门 译为 敬义 那么 当时印度呢 分为四种姓 婆罗门 刹地利 肺涩和 首陀罗 居士 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 这个我们 常用的名词了 天 龙 要叉 要叉 要叉意为 劫疾鬼 那么我们这里面 那个讲到 那个十二要叉大将啊 每一位要叉大将呢 各有 七千要叉 事实上就表示 断众生的八万四千烦恼 那么 那么 前大婆 一位 秀香神 是第四天的音乐神 阿修罗 加罗罗 锦洛罗 摩河罗 且 那么 加罗罗呢 就是大瓶金翅鸟 锦洛罗呢 是一位 遗神 摩河罗 且是大蟒神 这样子的呢 天龙八部和人非人等了 无量大众都 恭敬围绕着 释迦摩尼佛 听佛宣扬妙法 那么 到此地呢 正性叙就圆满了 底下呢 是发起叙 二十 曼苏四立法王子 成佛 成佛 为神 从坐而起 偏袒一间 又兮着地 向佛且范 须公合掌 这一段呢 是 文殊菩萨呀 以大悲心故 为了利益众生呢 他 来向释迦摩尼佛 请法 请法的礼仪 那么 发起叙的分为四部分 就是 礼敬 启启 赞叹 和 欢喜愿文 那么这段就是讲 礼敬 耳时 当耳之时啊 当佛在月音树下 大众围绕 说法之时呢 曼苏四立法王子啊 文苏四立菩萨呢 曼苏四立呢 一为吉祥啊 文苏菩萨是 七佛之师啊 表示诸佛的大智慧 曼苏四立法王子啊 法王是指佛陀啊 佛为法王与法自在 法王子呢 就是好像皇帝的太子一样 将要少龙佛位 所以呢 称之为法王子 文苏菩萨啊 他可以说是十方三四 一切都佛的法王子 因为一切都佛啊 他们都是 以开发本具的 智慧 而成佛道 所以说呢 文苏菩萨可以说是十方诸佛的法王子 佛法大海 为性能路 为智能度啊 那么本经为什么要以文苏菩萨来当机秦法呢 因为本经呢 它是讲要是佛果地的一报正报庄严 尤其是注重于大卑力他 那么佛果地的一报正报庄严呢 为佛与佛 乃能知之 乃能究竟 所以以大智慧的文苏菩萨当机秦法 并且特别注重于 大卑力他 那么讲四项 讲的比较多 就是说讲那些四项上的事情 那么四项背后其实有离体啊 有甚深的智慧在 事实上 净流离世界的一切一正庄严 纯是真实智慧 所以呢 以文苏菩萨作为当机秦法者 来显扬要是佛 把记众生的身心病苦的 无量的善巧方便 如此的善巧方便呢 唯有成就法王位的释迦牟尼佛 才足以说此 也唯有 为法王子的文殊菩萨 才有智慧来齐情 那么 第三个原因呢 是因为说我们看 观无量寿经 它是由 韦提西夫人呢 向世界摩尼佛请法 韦提西夫人呢 因为她的儿子发动政变 那么把平伯苏洛王呢 关起来了 所以呢 韦提西夫人觉得这个娑婆世界啊 太苦了 父子之间呢 都靠不住 那么 无量寿经呢 是由阿兰尊者来提请 那么 念佛法门呢 以净土为归宿呢 偏重于自立 本经呢 是诸佛甚深行处 难可解了啊 偏重于立他救度众生 就在立他救度众生之中 来圆满自己的福德智慧 圆成佛道 所以呢 这种大智慧的法门 卑字双韵的法门 由文术菩萨呢 来提请 所以 还有一个方面 我们可以知道 大慈悲 救度众生 身心灵 病苦的法门呢 由大智慧的菩萨 来提请 正可以选 钥匙经是 悲字双韵的 殊胜法门 也可以显示呢 大悲 以大智慧为行